女人腰痛白带多是怎么回事 陈蕊妇产科主任医师 对于女性腰痛 当然腰痛呢有很多的原因 除了我们妇科的一些原因呢 当然还有一些骨科 比如说腰椎间盘等等 对于我们妇科这块 如果腰痛还办白带比较多的话 那我们可能首先会考虑一些妇科的炎症 比如说盆腔炎 比如说子宫腹腱发炎 尤其它发炎了以后呢 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的增多 引起白带增多 那么就会导致一些腰疼 甚至有腰底部的坠疼 尤其是那种坠痛 甚至会引起一些 就是那种理极厚重的一些感觉 阴道的分泌物多 炎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我们要到医院做一些检查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阴道分泌物的检查 看里头有没有一些微生物细菌等等 再做一些盆腔的B超 排除一些肿瘤呀 等等其他原因 引起来的一些疾病 如果没有一些气质性的病变 子宫腹腱 做B超都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有分泌物检查呢 如果有一些细菌等等 那么就可能我们就会判断 我们是一个妇科的盆腔炎 等等这些可能性 专家提示 一 女性腰痛白带增多 首先考虑 是有妇科炎症 如疼腔炎 子宫腹腱炎等 二 对于有腰部疼痛半分泌物增多的情况 应该及时就医检查 如一道分泌物检查 B超检查等 排除肿瘤等病因 B超检查等 B超检查等 B超检查等